欢迎来到活水网 阅读是生命中一个最美的经验 活水网从2005年4月以来 每周提供一本优质书籍的导读 凯宇邀请您参与书籍的阅读桃花园 享受生命的源头活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凯宇 我是嘉玲 我们今天要一起聊一本书 是 这本书是 赋予人生的两种途径 他的作者是一双兄妹吗 是 这个哥哥呢是鼎鼎大名的副爸爸 是 罗伯特清奇 然后呢是他跟他的妹妹一起共同著作这本书吗 是 那我们其实很多的听众 包含嘉玲跟我 我们都读过很多罗伯特的相关的著作 是 那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书 真的真的 对那嘉玲你自己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呢他另外一位作者惠美清奇 好 我想在介绍妹妹之前我想先把那个反差给说清楚 就是罗伯特清奇如果各位听众不陌生的话 他有很多著作 比方说像富爸爸穷爸爸 富爸爸富小孩或很多富爸爸金钱游戏之类的 所以听这些书名就知道他做了很多的商管的书或财富管理的书 可是他的妹妹很特别哦他妹妹其实是个出家众 他追随着那个达赖喇嘛很多年然后修习佛法 甚至到印度去跟着上师学习 所以相对于他哥哥好像追求是一个比较入室 然后一个我们一般人比较能够想象的生活 他的妹妹呢选择了走出凡尘俗事 然后去追求他的灵性的成长 其实像他们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人生选择哦 其实在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妹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哦 其实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也让人很好奇 为什么一样的环境长大吃一样的米饭 而且一样的爸妈哦 工厂都一样嘛 为什么产品会出现这么大的不同 生产现出的问题吗 对 这其实让我想到就是说 其实我们常常哦 在一些宗教尤其在佛教里面会谈 每一个人与生俱来都带着他的一个业力 是 而这个业力呢 会决定我们人生会走向哪一个方向 会怎么去走 然后呢去 如何的去实践我们生命等等的部分 所以呢 像在我自己本身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不同你刚刚说的 这两个这么反差的一双兄妹 然后呢共同著作这本书 他到底能够端出什么样的一个菜给我们 是 那我在读完之后我就发现哦 对我来说 我对罗伯特亲戚是很熟悉的 是 我发现他帮我把罗伯特亲戚这一个人 如果视为一个拼图的话 他把最后那一片把它放上去 是 因为这本书其实相对于其他罗伯特亲戚的著作 教了我们比较多的技巧 关于如何创造更多财富的心态观念的部分 他说了比较多的是罗伯特亲戚 他这个人本身 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他的价值观是什么 所以比较像是一个半自传的作品 你是说 这本书比较像是罗伯特亲戚的半自传作品 而他先前的作品比较是告诉我们如何做 对 可能如何去累积更多的财富 如何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 如何去过一个更富足的人生 所以先前的作品是谈如何做 然后这本作品富裕人生的两种途径 藉由兄妹之间的对话 和共同激荡出 看似两条不同的路 但是呢 又殊途而同归 到一个内在的平静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这本书谈的是为什么嘛 对 好 为什么罗伯特亲戚会有这样的想法 而他的家庭 他的环境 他的背景 如何共同的熏陶跟影响着他 是 那我刚刚其实已经 帮我们的一个听众 做了一个提示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走出世还是入世的道路 是 他终究会走向一个终点吗 我觉得是一个圆满去追寻 到底一个什么叫圆满人生的 的一个答案 为什么呢 因为像惠美清奇 我们就会想说出家人 那应该他会比较清楚 那到底要怎么样 就是活出一个比较超脱的生活 可是呢 在这本书呢 你也可以了解 其实惠美清奇 他本来不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出家 他也曾经迷惘过一阵子 那后来出家了之后 不是就一路顺遂了哦 甚至他还跟着达爱喇嘛 喇嘛这么 对一般人也觉得是很 很从高 很难得的一个上师 他到了他的晚期 就是在书 就是他人生的这后面的时间 他生病了 他生病了之后才发现 其实他在他的过去 最没有错追求了灵性的成长 可是他忽略了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东西 是他哥哥一直做得很好的 那个就是财富 对 其实在这个部分让我想到 他书中有谈个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 应该说一个观念啦 因为详细的话 我现在来不及翻书了 这个观念就是说 很多人像罗伯特琴奇 他们从小在夏威夷长大 那他们那边的主要的信仰是基督教 但不管是基督教 还是惠美琴奇后来皈依的佛教 很多这些所谓的信徒啊 都会有一个 我觉得算是潜意识的想法吧 就是我这么好的人 然后我这么虔诚我这么的全心投入 奉献在我的宗教领域里面 那我是不是应该 注意听哦 应该 应该我的熟视生活就要得到很圆满的照顾 然后等等的 那种好事 那种所谓的坏事情绝对不会砸到我的头上 是 这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 觉得好像上上教堂啊 或者是礼礼佛啊 就好像是身上有个防护罩 像上帝会为我准备好一切 对对对就百毒不清了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迷思 因为 罗伯特惊奇 我觉得藉由这兄妹两不同的一个境遇跟对话 罗伯特惊奇他里面就谈到一个观念 我觉得给他的妹妹很大的影响 对 就是生命没有公不公平的问题 从来就不是公平的 而且每个人要为自己负责 对 不是因为你今天归一了塔莎吗 你从此以后就可以过着一个不需要为自己的世俗生活 眼前的一切负责的生命 是 尤其在现代 或许有些人选择出世的生活会不会其实某种程度 他在逃避 对 或者他其实不想面对这些凡成熟事的功课 对 他选择了出世 对 其实那这样的出世就不是一个要利益众生 而是他其实是一个不负责 对 有点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对 其实像这本书当中 我觉得他因为谈这两个兄妹在共同的环境长大 但是呢 因为可能个性特质各方面的不同而走向不同的道路 是 但是他们到最后 其实都有谈到一个 一个是 比如说他们的背景是越战 是 罗伯特惊奇跟他的弟弟就选择参战那一条 对 他们觉得唯有以战才能止战 是 战争是追求和平的必要手段 是 他们这是他们的信念 而呢 惠美新奇 就是罗伯特新奇的妹妹 跟他们另外一个妹妹 因为他们家有四个兄弟姐妹 对 另外一个妹妹他们就走向什么 像是那种西皮 那个道路 因为在那个时代背景 很多西皮到最后也都接触佛教啊等等的 都撤在一起 所以呢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冲突 那在这样的一个冲突的之下 其实 战争人生包含和罗伯特新奇 在他从 呃 越战退下来之后 他是一个战斗执行直升机的飞行员 是 退下来之后呢 他也面对自己的迷惘失落 甚至于呢 在他的事业 我们现在看起来很成功的事业当中 他也破产过好几次 对呀 然后流落街头 需要他的朋友接济他 是 那惠美新奇更不用说了 好 这中间他还历经了未婚怀孕 是 然后独立抚养他的女儿 单亲妈妈 对 然后身体出状况又没有钱 是 那一个出家人根本 哪有可能有什么保险等等之类的 对 可是他们到最后其实都有共同体悟疏途而同归 是 就是人到最终所有的考验 其实最终指向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走回 走回或者是找到你的这四个字很重要叫 灵性家庭 是 这灵性家庭哦 嘉玲跟我们聊聊你的体会是什么 我觉得 灵性家庭听起来好像很崇高很遥远 对 好厉害的感觉 对 可是其实如果我们就用心理学的语言的话 就是 他其实就希望你人生在世用你这些年 你去好好的了解你自己 你自己对什么东西有热情 对 你自己在投入什么事情上面你是可以一直做一直做 然后你会觉得很开心 那样的开心让你回过头来 创造你这个人的意义跟价值 对 然后让你知道你此生没有白来 对 我觉得 我自己啦 分享一下 我也从 一个在年少的时候 曾经有想过要快速累积自己的一个财富 或者是一个社会地位 到我后来选择了资商 我也有一段时间觉得 哦物质不过就是那样 我追求所谓更高尚的灵性 到现在我比较能够去平衡的看待这两件事情 其实都很重要 对 是 所以我觉得走完这一切 我觉得可以跟各位分享 呃一个法国小说家佐拉 他说的他在一本他的名为金钱的小说说 小说中曾经问到 为什么金钱要对其所导致的肮脏现象负责 嗯 其实不管你选择了出家还是 呃出世还是入世 其实我如果我们可以看待金钱这件事情 他都只是个象征物他都只是个媒介 他是人们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使用者赋予了他是无上的价值 还是出属的价值都是我们给的 可是都不是他自己金钱 这个这个物质他自己要为他自己决定 或者他自己创造来的 对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哦 那个惠美清奇他的一个部分他有引用达赖喇嘛曾经说过的话 是 我觉得呢跟大家分享 是 哦如果呢 听众你现在正在追求心灵的道路 但是呢你每天哦 却要思考你的柴米颜言酱醋茶 的这些所谓的凡尘俗事的东西的话哦 而你又很刻意的忽略他那我相信达喇嘛这句话应该可以为你起一个当头伴赫的作用 是他怎么说呢他说钱是良善的钱很重要 没有钱就无法维系日常生活 进一步的发展就更别提了 事实上呢佛教经文当中提到的八宝就包含了健康财富和民生 世俗的幸福是以四种殊胜为基础也就是佛法财富涅槃及喜悦 是 所以呢这些东西哦如果我们身为一个人 这些既然会发生在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世界当中 是 表示它是我们朝向圆满朝向回家的路上的一个必要的工具跟条件 是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以任何的一个身份或者是以任何的一个包装就可以逃避掉 这个部分 对 我觉得这本书呢他里面提到了包含罗伯特欣奇跟他的妹妹都有面临到生死的问题 是 往往就在一个人他面对生死的问题的时候他还真正的有机会深刻去思考 那我是谁我这辈子到底应该做什么或我这辈子究竟是什么 那嘉玲在这个部分呢你自己在读这本书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体会 我觉得他就会一直去让我自己反思那我自己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我觉得一边看我也一边在不断的回观我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在想我想就留给听众就自己去看 然后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也开启自己内在的对话 停下来去看看那你过去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今天这个位置的 对那我觉得不管你接下来你想要继续走的还是入世还是你也想要去追求一些灵性的成长 我都觉得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不要失衡 不要只选择了一个之后然后忽略掉了另外一个两个都非常的重要 对啊其实呢最后呢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本书当中在他的前夜所读到的 是 我们知道任何作者他写一本书都有他的动机嘛 是 那这一双兄妹呢他们写这本书的动机很简单有两个 是 第一个呢就是为了钱 是 够白了吧 是啊因为他妹妹需要 对他妹妹需要这个钱 所以呢罗伯德辛吉就说其实出这本书就是源自于一个计划 如何让我妹妹有钱的一个财富计划 是 但是呢第二个叫做爱 是 这个爱哦他不是打高空 他是如何借由他自己的生命实践跟他帮助他妹妹的生命实践 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让一个出家众他能够在追求心灵富有的同时 能够在这个物质世界滚滚红尘当中不予匮乏 是 的这样的一份爱 是 我觉得我们不要去想别的也不用什么很多人说阴谋论你知道吗 罗伯德辛吉你赚够多了 你怎么 好像再出一本书来诈骗我们赌者的钱 对我觉得不用这么阴谋论 其实我觉得所谓的爱不要去谈那么远的你就谈回你自己 无非不就是追求一个心灵跟物质的平衡吗 是 对不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啊 他是一本可以让你去思考很多事情的书 或许他跟过去罗伯德辛吉的路线不太一样是 他里面没有提到太多实践的方法 因为他就谈他自己的故事 可是呢 也就是借由这个故事的脉络当中 关键在于什么呢 关键在于说我们读者如何写你自己的故事 是啊 生命是自己的嘛 是 没有人不能为你负责 而且还有一点更重要一点是 不要以为 现在是农历七月嘛 你摆了多少公平给好兄弟 你就有一身防护罩 可以让你免于一些你世俗的责任 好 这是一码归一码 生命本来就是不公平 但关键在于说生命的公平之处也在于你有你自己选择的权利 是 那我们今天谈富裕人生的两种途径 就到这边 希望呢 听众呢 会喜欢 谈书的两种声音 谢谢 我是凯宇 我是佳琳 谢谢你们的收听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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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活水网 让活水网为您带来最精彩的成长内容 活水网 忘记为 www.4books.com.tv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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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